台湾的重大治安事件之后 紧接回到财经焦点 带您来关心的是台北股市 在今天大跌了163点 指数在今天收在15245点 破了期限 而成交量不到21994亿 特别是在今天是股汇双杀 我们来看新台币 新台币在今天是扁了7.5分 收在30.095 几乎快要逼近31了 同时整个新台币是创下了 26个月的新低 我们再来看亚洲股市 亚洲股市在美国高科技股 出现下刹的情况之下 费半大跌了2.78% 达克也跌了超过2% 在这样氛围之下 亚洲股市可以说是全盘揭没 只有路股表现比较好 路股是红盘的 最主要是路股在放水了 他们5年期贷款利率下调了15个基点 我们提醒观众朋友台股今天最重要 外资在今天是卖超了150亿 让台股在今天是破了期限 当然全世界都在担心 全球央行年会 再加上鲍尔很有可能在现场 说出鹰派的言论 在今天投机股当道 天国一挥 全部攻到了涨停办 而运价则是破天荒 连十跌 所以货柜特别是万海 在今天破底了 稍后帮您来做解读 特别要请教朱老师 因为现在整个国际股市的氛围 非常的疲弱 我们来看到 现在我们录影时间是晚上的 6点07分 现在Dow Jones 以及纳达克目前跌幅也蛮深的 Dow Jones下跌了0.91% 纳达克目前也下跌 而且下跌高达1.49% 那么昨天大跌的高科技股 到目前为止没有止血的迹象 欧洲股市目前也是一个大跌的局面 包括德国股市大跌了1.68% 法国和英国都出现重挫 所以欧美股市目前还在大跌 是不是大家真的非常担心 利率决策会议 没有错 这是可想而知的 就是这个礼拜五的 这个Jackson Hall的会议当中 因为现在都在传言说 鲍尔当天的谈话会偏音 这件问题大概就到了 因为他还没有讲 他其实什么都没说 但是你看到已经有三个联准会的 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 已经先撬出来说了 譬如说你看到圣路易的总裁 跟你说会升三马 然后旧金山的总裁 也跟你说会升三马 堪萨斯的讲的虽然没有直说 但是他的意思也是告诉你说 就是会升 而且不会升太少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对利率的预期 当然就上来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镜面里面 好像看起来升两马的比较多 可是在我们录影的时间 现在变成认为升三马的 已经变比较多了 所以现在此时此刻 认为会升三马的 已经高过升两马 没错 你就知道这市场变化有多快 所以我们就先看到 上礼拜五的情况 上礼拜五整个美国股市 尤其刚刚阿关讲到 科技股真的是大跌 尤其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 叫做比特币 其实在蛮久以前 就有这些投资专家就告诉你说 比特币其实跟市场 是息息相关的 甚至你可以说 比特币已经变成了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你看到上礼拜五 比特币大跌了将近9% 然后今天又还在续跌的情况之下 所以跟比特币有关的 这些个股都大跌 比如说做比特币交易的比特基地 你还跌了11%多 持有比特币的也很惨 对 持有的 你看到特斯拉之前 它其实已经卖了一部分 结果昨天照样再跌了2%多 甚至另外这个叫维策略的 MacroStrategy这家公司 因为它持有的非常非常多 昨天上礼拜我大跌了12%多 再来跟比特币挖矿有关的 当然板卡股的 辉达跟超伪也都是 全部都跌 对 然后其他就是挖矿概念股的 这两家公司通通都跌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比特币的问题 真的可能是这一波的一个引爆点 比特币很多人研究过 发现它跟美股有一个特殊的联动关系 甚至可以说是美股的先行指标 确实 那我们知道美股会影响台股 那比特币如果会影响美股 我们可以从比特币先锈到 美股未来涨跌的方向 是 好 我们就看到 其实在很早以前是 莫比尔斯先提出这样一个理论 他讲说当时他一定想说 哪有可能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个画面上这两个线图 这个大概是今年5月以来 道琼跟比特币的走势 有没有发现几乎是一模一样 甚至你在更进一步去看到 比特币在6月7号的时候开始下跌 道琼隔一天跌 再看到7月26号的时候 比特币一波反弹 结果道琼也跟着反弹 现在再看到上礼拜五 是不是告诉你 比特币又在跌了 是不是道琼也跟着跌了 显然比特币真的就有这样子的味道 一个领先指标 好 那朱老师你看台股呢 是 好 那回到台股 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比特币引发的是 我们一开始一开场的时候说的 一大堆的科技股跟着倒霉 台股大家直接想到 台湾的这些科技股会不会被拖累 我跟你讲真的 不敢说一定就跌那么长 但是一定会受到影响 我们就以台积电来看好了 你看上礼拜五台积电的ADR 在美股的部分是跌2.32% 今天台股当中 台积电是不是跟着跌了 虽然跌幅没有ADR跌了那么多 但是今天跌了1.73% 大家特别注意到这个数字 比今天大盘跌得多 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当然你说台积电 一定就跟比特币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不能说绝对有关 但是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了 灰达AMD是不是都是它的大客户 它的大客户现在已经受到影响了 那你台积电会不会接着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也讲到 阿关也讲到了台币在贬值 而且今天最新的消息告诉你 截至上礼拜五 今年以来外资卖超整整破一兆 那会不会台股 尤其是台积电会被达成提款机 尤其是接下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现在大家觉得美国又要升息 那请问台湾会跟进升吗 就算会 你要升得跟美国一样 显然不可能的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外资接下来会不会加速卖台股 即便今年已经卖超了一兆 如果把去年跟前年加起来 这三年当中外资已经卖超台股两兆 非常可怕的数字 问题是形势比人强 你台币现在有点补跌的趋势 已经从上礼拜五破30 今天又续扁 那如果接下来再加上 如果这个礼拜五告诉你说 Jackson Hall 里面真的抱我跟你说 我真的就开始要 还是要想尽办法把通膨压下来 所以我要加速升息的话 那我觉得外资加速逃离的情况之下 台股真的相对不妙 今天晚上见面现场 我是阿关 这部新闻真是你我的口袋 特别是在刚刚稍早我们看过 国际股市 目前国际股市仍然持续下跌 目前整个国际股市的氛围卖压 非常沉重 所以怎么解读 我们稍后来做解读 这个阶段新加入讨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疑师网音量 大家好 大家好 资认分疑师苏惟源 大家好 大家好 往往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疑师连前文阿伯三 大家好 大家好 参与所助理教授谢晨叶 大家好 好 刚刚带你来关系的是 外资在今天大卖超了151亿 而且让指数在间灌破了季限 所以蔡总我们赶快第一时间来解读 因为现在目前国际股市的氛围很弱 包括美国股市 包括欧洲股市 据说欧洲的CPI很惊人 对 德国7月份的PPI是高达 37.2% 听好 PPI是37.2% 对 因为PPI是CPI的先行指标 所以一般认为 德国未来的CPI会两位数 所以现在德国的股市大跌了1.5% CPI两位数 美国9点多都吓坏全世界了 对 所以欧洲央行 一定会再持续的升息 再过来盘前的美国股 那因为PPI是生产者物价指数是最上游 那如果生产者都大涨 那么到消费端肯定会涨 我们来看德国股市 目前德国股市持续下跌 已经下跌了1.5% 整个欧洲股市都非常的弱 那么那美国股市昨天大跌之后 在今天并没有出现反弹 反倒持续还在跌 特别是高科技股 我们要来看是纳达克 纳达克目前跌幅也高达了1.35% 外资显然嗅到了这样的氛围 所以在今天大卖超 所以外资今天连六卖 而且卖超的金额加大151亿 好 卖超的第一名是连电 卖了2万千多张 卖了彩晶 台积金 台积电也卖了不少 卖了9千多张 货桂轮的阳明卖超 中信金 建桥 富邦金 中商 台积电概念股也卖 所以这个礼拜是一个考验 我们看一下 这个礼拜有些人大事情 因为台股已经回撤了 今天的收盘刚好触及了季线 那美国股市的部分 纳达克上个礼拜有开始跌 跌比较多的是汇半 已经破了月线 为什么 因为你联准会持续升息的话 晶片供过于求 是比较有大的余力 问题是仍然还没破季线 我们已经先破季线了 因为我们是供应链 他们美国的科技股 是做品牌的 但这个礼拜的话 25号有这个NVIDIA 我觉得这个财报是最重要 NVIDIA的财报 因为之前它已经有点 我们来看NVIDIA NVIDIA的股价 也在昨天出现大跌 我们来看盘中 跌4%多 昨天跌了4.92% 所有的挖矿股全部都大跌 因为PKB大跌 不过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是 在26号的 杰克森富尔年会 这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一次大家这么紧张 我们先看一下 鲍威尔去年全部共估 去年的节省后的年会 你看他讲什么 通膨只是短暂的 错 低失业力 有低估了劳动市场的皮态 错 没有工资上涨来助长过度的通膨 更错 再过来歌势退场 大错特错 事实上他后来是因事 就是因为去年没有及时 这个来升息 造成了今年必须要加大 升两码升三码 而且造成了前九股市的动荡 解论是 大家认为你包围去年都是错的 今年一定会认错 认错了以后 你一定会改口 你一定会阴派 所以 福利云长 放大了联主会光严的阴派 这些光严通通是阴派 所以大家认为 今这个礼拜 这个生活的话 包围不仅阴 而且是大阴 好 要观察8月26号 全球央行年会 包围到底会说什么 会不会说出非常阴派的言论 那么再回到盘面 那么比较担心的是 全职骨在今天 真是惨稀稀惨 我们来看到大力光 光光大力光一挡 跌掉了6.3% 台积电虽然跌幅没有那么深 但是第一个比大盘深 第二个台积电影响到的 指数权重太大 今天台积电是跌9块钱 等于贡献了80几点 都是台积电贡献的 系列KY几乎要打到跌停板 好 假如说这个礼拜 一定会在这个 杰森佛尔的年会之前动脏 但是下修是健康的 因为这个波段 还没有做一个整理 但基本上以大型的全职股仗 两种的股票 第一个就是金眼双雄 所以今天外资卖这个联电 你可以看2303的联电 这一波的反弹老实讲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幅度 马上又下弯 根本都碰不到季线 再过来高价股 今天只剩4千斤 本来有上个礼拜还有6千斤 今天只剩下4千斤 首张其冲的 这个外资把CDKY 什么认为它毛利率会下滑 把它股价给调降 今天几乎打造了这个跌艇 所以高价股跟全职股 首张尋仗 不过蔡总盈来看一下万海 因为今天万海是破底 万海在今天大跌了5.37% 我们来看热K线万海在今天 虽然杨明昌 杨明昌还没有破底 但万海已经先破底了 这是一个不良示范 因为是这样 印价还在跌 而且万海是亚洲为主 那现在传出 这个万海先抢先 把那个货柜的印价下跌 下锈 所以大家对它的获利 比较有疑虑 所以会不会影响到长龙阳明 你看 因为今天我看外资 阳明也卖了不少 对 长龙阳明还是有影响 但基本上要去破底的话 比较不容易 差别就是说长龙阳明跟万海 长龙阳明 这个长约的客户比较多 所以印价虽然短线的 线后跌的话 比较不会影响到他们获利 好 那我们回到大盘 我们来看大盘的日K线 蔡总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因为这个波段低点是来到 13928 其实它已经反弹了 1500点左右 那么整个波段的下跌 我们稍微缩小一点 从16来 应该是从这个波段 我们从这个波段来看 从这个波段来看的话 从16811跌到13928 大概跌了2800点 反弹了1500点 是不是代表 这个波段的反弹 其实已经来到满足点 现在要开始向下修正 我比较认为还不是满足 为什么 因为你会担心 Jackson Ford年会 鲍威尔的谈话 表示你有警惕之心 这个盘式是安全的 我觉得满足点 比较可能是两个时间 第一个9月13号 公布美国8月CPI 万一没有降 我现在担心万一没有降 那是起跌的开始 那可能真的点 因为那时候刚好是中秋年假 会不会中秋变态 913很担心 921就是MOMC的会议 现在大家都说 应该是升两码 万一还是升三码 所以最危险的时间 可能是在913或921 913是因为美国要公布CPI 921是联准会要做出决定 那这个礼拜 只是鲍威尔出来讲话 但是实质上的决策 不是在这个礼拜决定 是在根据CPI 然后9月21号联总会的决策 那个是决策 这个礼拜顶多是什么 发表一些谈话而已 问题是投资人敢不信还乐 还乐在逃情 所以这周的行情怎么看 本周行情怎么看 认为在这个地方整理 或有持续反弹机会的 请你给圈 但认为会向下修正的 请你给擦 请举摆 好 我们看到有两票差三票圈 文策比较悲观 对 我上次讲过说 涨了1509点 逼波反弹之后的话 会进入一个所谓的震荡 甚至要稍微整理一下 不过我觉得电子股要整理 但是生计股的表现的话 应该还算不错 但是生计股不太占权重 对 不会影响到指数 但是有人举圈来 我问一下 英良 我个人认为说 因为这个联统会计计 最近这次来讲说 他说未来还有生计空间 但是后面会放缓 所以现在可能就在反映说 这个九月份可能会升三码 最糟糕就升三码 但我觉得这应该最后一刀 所以这个只要撑过去的话 其实指数 但是如果这个要撑过去是到 我觉得 照蔡总的说法是921 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 应该不会去跌破七月的低点 所以这边的蹲 稍微可能蹲个两三天之后 这个力空反映完之后 指数很快就马上又涨回来 不会跌破七月的低点 七月的低点是13928 对啊 回到台北今天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目前盘面上投机气氛浓厚 天国一会又涨停板了 我也不知道天国一会涨停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所以来问一下应量 天国一会全涨停 没有错 因为今天这个四季四上合议 他有发布一个新闻 就是他的这个外用乳膏 通过FDA的认证 那所以我们看四季四上合议 他涨停之后他又把什么 他又把这个中天带起来 那中天带起来之后 大家就想到天国一会 天国一会 所以信国信会也都涨停 都涨停的 那这个是属于低档 开始出现低跟往上的 我觉得后面应该还有机会反应 但是有一种就是说 已经涨很多投机股 大家稍微小心一点 伦飞是今年台北股市里面 涨幅第一名的股票 朱利润概念股 因为他的这个 这个所谓岳父概念股 高玉润 那伦飞涨上来之后呢 另外一档蓝营概念股 中市 中市是今年涨幅第二名的股票 因为中市是减肢 那也把中市带上来 那这些是 这两档我觉得是说 已经涨很多了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乱去追 那国统的部分呢 是今天想 市场想说有缺水概念股 可是台风好像快来了 所以这个缺水概念股 我觉得短线反应而已 这也不要过度去追高 那金桥的部分呢 因为搭上所谓的 网通线材的部分 其实最近也飙了快一倍 那今天你会发现 它拉上来之后 有点在出货的味道 我觉得这些投机概念股呢 要稍微就是停看停一下 所以我们确实有点担心 这些投机股 虽然大涨 或者是无机之谈 那么在盘面上 难道没有有机之谈吗 其实有 你看像刚刚那个信国 他在七月份营收 才一百万而已 我们这种股票是不太敢卖 一百万 会比一个店面 店面做得比较少 对啊 所以盘不好的时候 就是说两种股票 比较容易会涨 一种是投机的 另外一种是 营运有转机的 转机的部分 我就觉得可以做参考 比如说像什么 这个302的微强电 微强电呢 今天快逼近涨停板 那七月份的营收 是越来自27% 然后你看它的EPS 这个上半年赚3.26% 去年一整年4.90% 代表说它达成率 已经达到66%了 所以股价你会发现 最近很强 工业电脑的 有没有 这个已经涨了60% 这个就我觉得 有业绩涨合理 这个至少有业绩嘛 对 那仲达也是一样 仲达是这个网通相关 光收发模式的 7月营收创下19个月新高 对 所以代表营收 有转机 最近来讲的话 也涨了38%左右 那可是上面这两档 我觉得位阶比较高 下面这两档 我觉得位阶比较低的 我觉得还有机会 像巨翔 巨翔它7月份营收 创历史新高 那这一波虽然谈了47% 可是呢 它的位阶来讲的话 还是在低档 还算低档了 所以我觉得 往上应该还有一些空间 那另外一档叫做续软 续软呢 你会发现 它上半年转0.84% 去年一整年转0.48% 等于说我上半年 已经出现很大一个转机了嘛 那股价来讲的话 是目前里面 今年过关半年 就转比去年 一整年还多 对 所以大概说这个我觉得 而且它位阶在低档区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会有机会 那我们再了解一下说 它到底在做什么 它到底在做什么的 对 它主要是一个软板厂商 那今天富桥你会注意后 富桥股价也很强 连续两根涨平板 两根涨平 那富桥说什么 富桥说我下半年 工业级的产品需求相对稳定 那工业级的OK 没有问题的话 那你看续软的主要营收占比 手机已经加到19%了嘛 所以手机对它来讲影响不大 公共车载医疗占比 已经拉到56% 那汽车PCB呢 它已经拉到30%以上 那最近中国都在限电 一开始大家以为四川限电而已 现在扩大了 对 扩大了 好像江苏有可能会限电 也准备要限电 那江苏的这个PCB的 大重镇的是昆山 昆山这个里面呢 它软板的占比是35到40% 所以如果一旦昆山出现限电的话呢 那等于说我没有在这地方设厂的 我就有机会转单了 昆山就严重了 因为昆山大家都知道是台商大本营 对 没有错 所以到时候影响的产业可就多了 不过我们再往下来看 既然刚刚谈到了续软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技术面 好 我们看看技术面 技术面你会发现 最近股价在做一个三角收链形态 今天是带量做一个突破 昨天比是3.21倍 那我刚刚讲了 它上半年转0.83 去年以前0.48 其实你2021年来比较一下 2022年 2019年 它怎么样 也是出现转机 所以当时它一出现转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股价涨了多少 涨了79% 那现在来讲的话 我获利比它更好 那照理来讲 这边股价应该是有机会往上 那再加上呢 它的转投资公司叫巨翔 巨翔跟它是同产品不同领域 那巨翔的营收也创这个历史新高 所以巨翔 它有可能透过巨翔 打入到更多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地方营收有上来情况之下 虽然盘不太好 但是这种转机的股票 我觉得后续应该还是会有机会 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但你来关心的是货桂轮 特别是在运价连时跌之后 万海在今天破底了 所以我们请威元带我们来看 航运股 你说他们业绩 卖业绩好得不得了 问题是这样的业绩股也在跌 是 对 所以现在的一个航运股 可以说是如履薄冰 而且今天的万海是一个破底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目前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航运的指数 或是相关的一个报价 我们来看一下运价 对 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运价 运价其实连时跌 其他相关像这个美国洛杉矶港 这个是美国第一大港 那货柜的吞吐量 其实在最近2020 2022一路以来 其实都没有明显的一个上升 那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全球的航运的物搬的天数往下降 准搬率往上涨 奇怪 那代表什么 代表物点变少了嘛 物点变少就比较 塞港 疏缓 对 就比较疏缓 那像这个 纽约的联储供应链的一个压力指数 它是全球的PMI指数的一个综合指标 所以它如果往下跌 代表供应链的一个压力 跟所谓的一个吃紧的状况 比较有舒缓 所以从这三个都看到 都是这样子嘛 好 最重要是什么 纽约的联储供应链的一个压力指数 它是全球的PMI指数的一个综合指标 所以它如果往下跌 代表供应链的一个压力 跟所谓的一个吃紧的状况 比较有舒缓 所以从这三个都看到 都是这样子嘛 好 最重要是什么 刚才JJ有提到 这个运降 SBFI 好 这个运降 那已经连时跌 好 那有没有机会反弹 我想是从事人关注 我们来看股价 最重要还是股价 是 好 来 股价这三档货桂轮 好 这三档货桂轮 其实现在的货桂轮 是比较偏向筹码站 因为基本面都不用说 其实相当好 基本面就货了 那目前的包含万海 阳明 长龙 我们来看一下 我特别帮大家调出来 主力跟所谓的一个买卖加速差 其实这三档的筹码 都非常的接近 都是主力在做卖操 买卖加速差它代表就是 券商进出的一个点位多不多 也就是说红色柱状体越多 代表越多的券商去做买操 筹码就越乱 股价就越不容易涨 所以红色柱状体越多是越不好 对 就越不好 表示越乱 对 就是筹码越乱 所以这三家都一样的情况 所以筹码有点乱 对 我觉得目前 当然长龙相对来讲 股价是稍微有一点点撑 可是我觉得 因为它9月6号 就是它这个减资的一个 最后交易日 重新上市交易是9月19号 所以我觉得 你还真正半月落 所以这跟台阶线同样 基本面很好 但是它现在反映的是筹码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再看它的营收 整体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会看营收 去年货柜三雄赚多少 5千多亿 疼死人 今年上半年货柜三雄 已经赚了3900亿 所以你左看右看上看下看 其实它都很容易赚的 比去年还要好 可是为什么 所以今年EPS好得不得了 我们来看 今年上半年长龙赚了38块4毛9 所以那为什么股价没有反应 为什么长龙比较强 因为长龙7月份以后创新高 可是阳明跟万海 他们的QOQ 就是说第一季跟第二季的获利 已经开始衰退了 所以市场上面是看到这个 再来我们看本益比 投资人都会看这个 本益比低成一倍 低到要命 对 一倍为什么不会涨 问题在哪里 因为它是景气循环股 传产股的一个部分 所以本益比低到太低 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真的吗 可是 本益比不到两倍的货贵轮 我真的要卖吗 我们来投一下票 认为应该站在卖方的给差 认为不要卖抱着给圈请取牌 好 真的要卖吗 一 二 三票说不要卖 有两票要卖 我们来问阿博恩塞 阿博恩塞为什么要卖 因为SCFI指数 两倍耶 两倍耶 SCFI指数现在一直在跌 而且重点是在旺季 那第四季就是一个考验 第四季如果淡季 股票不跌的时候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 就是一个买点 好 来 蔡总说不要卖 应该不用了 因为现在是跌 因为是美国的需求很差 但是跌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会撑住 一般来讲以这个美国线的话 大概跌到美Q 大概是差不多四千多美金 现在美西头五千多嘛 跌到四千的时候 大概就会止跌了 止跌以后大家回头去算 它的EPS还是很高 那时候才会返财 因为你现在跌 那股价就很难涨